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7月30号 已故美国联邦众议员 民权运动领袖约翰·刘伊斯的葬礼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比尼泽进行会教堂举行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现身 并置疑到此 此外 刘伊斯的侄女 马丁·路德金的女儿伯尼斯·金牧师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 也现身葬礼现场 但特朗普特立独行地没有参加该葬礼 刘伊斯是美国民权运动史上的关键人物 曾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上发挥重大作用 在与癌症抗争六个月后 不幸于7月17号离世 自7月27号以来 刘伊斯的遗体一直放在国会大厦的圆顶大厅 他失去罗莎·帕克斯之后 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非裔美国人 7月29号 在刘伊斯的遗体被送往亚特兰大之前 国会两院的领袖们 最后一次前往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表达敬意 7月30号 在亚特兰大埃比尼泽进行会教堂 为美国民权领袖约翰·刘伊斯举行最后的仪式后 为期六天的纪念活动就此结束 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先驱 刘伊斯的离世引发了众人的悼念 然而特朗普直到第二天 才对刘伊斯的去世发表讲话 并且还未出席他的葬礼 据报道 长期以来 特朗普一直对刘伊斯心怀怨恨 此前当记者问到刘伊斯家族 是否与白宫 就特朗普是否出席葬礼进行过沟通时 国会议员发言人琼斯说 这不是一件政治事件 现在是我们向这位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表示敬意的时候 人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敬意 他有这个权利 让他做他想做的事吧 报道称 特朗普的缺席凸显了 他与华盛顿政治圈的分离 以及他与国会民主党人 尤其是有色人种成员的糟糕关系 众所周知 刘伊斯与奥巴马关系密切 奥巴马于2011年 曾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 奥巴马在亚特兰大出席 约翰·刘伊斯的葬礼时 还发表了道词 他在道词中说 今天我们目睹了警察 跪压在美国黑人的脖子上 目睹了联邦政府 叛遣特工 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 发言谴责了特朗普利用联邦特工 镇压抗议者 并批评掌权的共和党人 通过关闭投票点等方式 竭力阻止选民投票 奥巴马的这番发言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特朗普的选票